房協位於青衣駕陸遊瓦院資助房屋項目 首日安排160位中簽的申請人 到位於大坑價房協辦事處選樓 有買家說 預料未來的案式會回升 計掛自己的供款能力 承擔得起決定入市 如果我們放棄 基本上兩年後的供應量多了 我們未必有這麼好菜 但如果你在一手市場 基本上你現今的建築成本 或者建築樓房的價值 我們做不到我們自己 投入私人樓宇的過程 因為你沒有了政府的30%資助 我們很難買到我們第一套 也有買家認為 項目獲政府資助 價錢合理 在附近青衣 比較新的樓盤 如果這個價錢就買不到 所以也不擔心樓價會再升 因為它現在也便宜了 有八折 七折八折 其實你說跌的 這兩年裏面 也覺得價錢合理 申請人在房協辦事處選樓 簽了臨時買賣合約 就要在五個工作天內 簽了正式買賣合約 預計2015年就可以入伙 房協已經獲19家銀行 和財務機構承諾 為買家提供最多樓價9成的按揭 但是由於項目兩年後才落成 屬於遠期樓花 暫時未有銀行提供職公案揭計劃 有學者提醒准買家 決定買陸油雅院前 要先計算自己的供樓負擔能力 目前的超低息 我們現在說兩里半 想一想 如果五里呢 如果有兩里半 升到五里 能不能說得起 自己拿筆來解一解嗎 另外一個 現在目前 就估計樓價是多少 兩年之後 不一定估計樓價 假設樓價跌了兩成 跌了兩成 借的錢就少了 你就要自己拿錢出來 自己能否拿出那筆錢呢 陸油雅院共有988個單位 售價介乎245萬至515萬元 訪協會按優先次序 安排申請人選樓 預計今個月底 完成選樓程序 香港歡頻電視記者 郭詠詩報導